廣上的房貸利率的商品很多 那我們今天就先搞懂這兩種就好了 一段事 一段事呢顧名思義就是 你不管在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你的利率是一樣的 保持在同一個利息 還是會有關係 那是一天啊 魔鬼 魔鬼藏在細節裡有沒有 大家都以為一段事不會變錯 我想說聽材素是跟升息降息沒關係了 如果是這樣 那我永遠就是在利率最低1.2%的時候 買 我就充了 買了一對房子好嗎 它所謂一段式的利率就是 它的利率是keep在那邊 不會改變太多 好 那這個階梯式的利率就是 幾乎都是前低後高 因為每個銀行端目前乘坐的 階梯式的利率的方案不太一樣 有的是分三段 有的是分五段 第一年 或者是前三年 利率是最低的 非常非常低 只有可能只有一趴 只有可能一趴 好適合我們美女了 然後可能到了第三年或第五年 看每個銀行的方案不太一樣 可能到第三年它就往上跳 多個0.2到0.4% 然後到了第五年或第十年 因為分不同階梯嘛 再繼續往上跳 它會有一個比較迷思 就是讓年輕人覺得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那我到底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第十年 到底要繳多少錢 那我的建議是這樣 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就會請我的銀行幫我負責 算好的對不對 對 不僅是算好 好 請他們做Excel表 然後直接給我可以 而且呢超清楚的 你第一年 第一個月要繳多少錢 到你20年 最後一個月要繳多少錢 其實你會蠻有成就感 哇 越繳越少 越繳越少 方式變成我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有時候銀行會跟著 就是央行的調利率去做調升或調降 我跟你講 調升的時候一定都不懂 對 調降的時候不一定 沒錯 對 所以這個真的要注意 這個是一般民眾不知道的小細節 銀行對於這個房貸的一些 所謂的我們講建價 它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它的一些做法跟作為 可能各家銀行不盡相同 但是它的大原則是差不多的 一般來說銀行建價本來就比較保守 那更不要說這兩年 房價漲幅是比較快一點 銀行建價更保守 所以呢 民眾在貸款的時候 南面也會覺得說 奇怪 我們的成交價 也許是一千萬 什麼銀行 只有七百萬跟八百萬 主要還是因為我們房價漲幅 是這兩年比較快的一個情況 那銀行在建價到底會怎麼建 每一家的情況就是略有不同 但大原則是一樣的 那當然第一個是地段 你在精華地段的房子 你的建的這個價格就會比較 接近你真實的價格 捷運附近 交通方便的 這個都是加分 當然有一些比較扣分的 像加油站 電塔 對 或者是 然後墓地我覺得也還滿中性的 就是會對人體有一些危害的 或者是說比較特別吵鬧 其實我之前有碰過 在那個機場 雙彈機場周邊 民族民權那一帶 那帶的房子就是因為飛機起降 就那邊比較大 可是相對其他房子都有一些補貼 它有一些回饋給你 例如說可能逢化炉周邊 然後會有一些小回饋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真的見得監製 電塔那些真的比較 民眾一覺得就覺得它不是 那麼好的地方的時候 銀行正常在講就是會把它的建價拉低 可是重點除了建價之外 還有一個是本身的條件也很重要 假裝我是銀行啦 但我應該是沒有配新一點的 我跟歷史是2%的那一種的銀行 我覺得我覺得我看你 你看你還不出錢的臉 你看人就知道 我覺得我看你還不出錢的臉 我可不可以就是決定 我想帶給你了 他們其實有幾個簡單的計算基準 例如說第一個 我先用電腦去篩選評分 所謂的電腦評分 就是你的信用JCIC的一些東西 就是聯真中心的資料 我舉的例子來說好了 今天你是銀行 那今天假設A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信用卡紀錄啊 什麼都沒有是零 那B 它可能每天都有固定刷卡的一兩萬 可是都是繳輕的狀況 繳了兩年 那你是銀行 人家跑來跟你申戴貸款 你要借誰 所以我不能看他們的長相對不對 當然看不到長相囉 我只能看他的這個 JCIC 那我覺得應該是固定還款吧 我至少知道他有還我錢 聽說就是在你有準備計畫 要買房子的時候 可能前一年前兩年 就大概要開始跟銀行有一些 信用上的金錢上的往來 會比較好辦 我們都會比較建議 就是其實你知道有的信用卡叫 但是很重要喔 不要去使用什麼循環利息啊 什麼繳墜低啊 之類的 所以大家就每個月繳輕 那個分數扣得很誇張 當你這些東西都沒有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的房貸是有機會可以拉到 銀行見價的八成 甚至七五成八成之類是沒問題的 其實每個銀行都有不同的措施 例如說可能我今天給你八成的房貸 再加成了一成的什麼裝潢金啊 他有一些方案 那每家銀行的狀況不一樣 那可是他的出發點都很簡單 就是希望降低民眾買房子的那個 恐懼感 對 那還有另外的重點是 假設你今天是跟建設公司買預售屋啊 或買那種新層屋 他有整批的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說 我們推薦你那個就是可能A銀行 B銀行的房貸方案 你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你會擔心你就去跟他帶 假設他們有一個整批的方案的時候 第一的利率會比一般正常的便宜一點 對 沒錯 再來是我剛剛前面講的什麼 開辦貸手續費都會比前面 就是正常去找的便宜一點 那重點是 他一次要帶大量的時候 我舉例來說 他可能一次要帶50戶 他要過50戶出來 可能剛好你的分數是差一點點的 他有時候也會幫你 對 因為他看的是 Total就是平均值 他會覺得那這樣我就可以幫你送件沒問題 所以反而比你自己去找 A B C銀行來的簡單多了 你每個月薪水進來 你就不要一次全部領光 就是固定可能 誒 花費固定花費 帳上都有餘額 再來是你的信用卡 或者去加你的信用的分數 那真的不行的時候 其銀行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找保人 保證說這件事情是沒問題的 他願意幫你做一點背書的動作的時候 那其實房貸的部分要核帶金額 都是沒問題的 每次都要生意來的 你會不會拒絕 誒